shorby 今天在我坤頓身邊找到今年的樂壇生人 有鄧麗定 Hello 大家好 我是鄧麗定 Hello 你好 其實大家認識你的時候是第一屆的《造星》 其實也相隔了好幾年時間 其實原來《造星》之後到現在真是入領樂壇做新人出自己的歌 中間這段時間發生過什麼事呢? 其實《造星》之後其實我很想... 因為《造星》很想做更多音樂的事情 因為表演和加上當時的導師的教導 令我更加有興趣做這件事 把這個興趣帶給自己一個事 但那時候剛剛參加完之後 已經有些家裡的原因 不可以立即為自己去追夢 所以這段期間我一直在裝備自己 到我認為OK了,充足了 然後我就準備構思去做我現在這首個人的歌曲 其實中間經歷了好幾年的時間 可能要先調整家裡的東西 然後要先裝備好自己 其實看回《造星》當時 參加比賽時的自己 那時候其實知道自己想怎樣嗎? 剛剛參加的時候真的...不知道 想想去拿一下經驗 因為始終自己都喜歡的東西 想去不同的舞台或者平衡去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拿更多的經驗 但是因為那個過程都... 說長雲長 說短又不短 大概都有半年了 我想每一天都要跳舞 學唱歌 跟一些隊員去合 其實當中真的... 比我想像中想學的東西更加多 更加想學到... 例如火火教我 怎樣去投入一些去做每一個表演 然後劉美君老師又會教我每一次唱歌的咬字 因為我們很多大部分參賽者 都可能是咬字 或者唱歌上面都有很多不足之處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要別人跟我說 那我...我們才... 原來是這樣 然後才開跳地去做 然後比賽完了 最後我都是走到去... 幸好是走到去20強 那... 但是意猶未將 很想繼續保持著那團服繼續去做 那所以就... 當我家的東西都穩定了之後 就去... 繼續去... 為自己的夢想就衝一下去闖 其實可能我看到《造星》 特別是第一輯 因為大家都未知《造星》是甚麼一回事 很多參賽者 他們那個... 比較幼嫩 也可能未有太多想法在這裡 你都可能是 有些事情可能都未準備好 甚至見你可能在面試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這些事情... 出了街 落印了在大家的腦海裏面 很明顯就 但是... 看回頭 覺得那時候自己是否真的做得不夠 還是... 那是一個包袱 還是一個怎樣的事情呢 對你來說 不夠一定有的了 因為真的... 下去的時候是... 覺得是膽粗粗去試一件事 但是... 因為... 那個選手節目對我來說 或者是對... 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我覺得... 做那個準備功夫一定是... 現在想起來一定是不夠多 如果讓我再來一次 我一定是會再... 對... 再準備多些 那... 那... 對... 就是這樣 但是... 現在你真的要出那個做新人的時候 其實... 我見很多報道都還在說 你參加過《造星》這件事 即... 即使我的瘋狀點 都還在這件事的時候 你覺得《造星》 對你來說是一個... 好處令人知道 早點... 快點認得回你是誰 還是有沒有包袱在裡面呢 呃... 包袱就... 不太大有的 但是... 這個平台算是... 很好的一個條例 即是《造星》都... 現在因為有《MIRROR》 令到很多人... 沒有看過第一季的 都會因為《MIRROR》去看第一季 從而可能... 因為這個節目去... 認識到其他參賽者 包括我自己 嗯... 都是... 我覺得是幾好一個... 一個... 一個... 條例 好了... 自己裝備了自己幾年時間 到現在 簽到公司 出到第一首單曲 這首叫做《同類》 是 要做歌手 要出自己的歌手 要有自己的風格 要想清楚 這條路應該是想怎樣走 那為什麼你的第一季 會是這樣的叫做呢 因為那時候 我找《大輝》 都是我當時《造星》的一個參賽者 一個朋友 那時候 我就打算做歌 打算找一些... 自己知容到合 曾經都是這個音樂路上去奮鬥的人 一起去追夢的人 打算找他合作做一件事 找他的時候 收了一些展示 我聽到《同類》這首展示 一開始的intro已經很吸引到我 加上那時候的環境 我在想 我要做些什麼歌的題材 那時候 剛巧就有一些朋友跟我聊天 有些不開心 就是關於標籤的活 不論是不同地方 有些台湾朋友 或者有些韓國的朋友 他們都會跟我聊這些問題 那我就說 為什麼我的努力 為什麼我的... 不會看得到的呢 為什麼永遠都覺得 我是... 為了某些東西 而不是那樣東西 譬如我很努力去爭取我表演的 台上每天都努力的 我每天練十個小時 或者我練十個小時就唱歌 但是或者我出來表演 或者你看到我... 其他人看到我... 標籤立兒的 放大我的缺點 永遠都看不到我的優點 那... 我聽到之後 聽到他們都會哭 那我之後 就來記住標籤這件事 其實是否都... 日常生活法 我們都會... 有的 很普遍 難我避免的 那我就會再上網 做一下一些... 招收集啊 譬如看看 不同地方的新聞啊 那... 都會看到... 譬如網上的言論啊 或者一些hater 都會... 為說而說 就不是... 完全沒有證據 或者... 對啦... 對啦... 完全沒有證據 那就是... 為了說 為了帶遇風向啊 人家說些什麼啊 我又說些什麼啊 這樣... 但是... 就是這些情況 可能會令到... 人家... 傷口了一些人 那... 有些人... 嚴重的 就簡直會... 了結自己的生命 那... 我覺得... 原來... 都... 說話都幾嚴重的 有時候... 一說話就有些無形的刀刃 那... 我就想... 拿這個題材 那... 加上我當初聽到這個Demble Intro 我就覺得很適合這個... 題材 那就去做這首歌 嗯... 如果一首都比較... 重一點點 特意思的題材去做 你的出道作 其實標籤這件事我想... 放在你身上都應該試過的 特別可能在《造星》階段 因為... 那時候就是你第一次去面對公眾的時候 每一個《造星》的選手都總會受批評 網上的人他們說的話會有很多人會聽 甚至是... 可能... 即使是... 連製作單位標籤你都會覺得... 啊... 英俊吧 但是唱歌行不行呢 那就要想一下 那時候 其實這些標籤放在自己身上 自己都試過了 也都走過了一些路 那個階段你覺得是怎樣的 我想玩比賽的時候 受到的標籤是真的比較多的 那時候一下子可能... 未必... 心理上承受得到 但是... 經過可能隊友啊... 其他人調節開解 就開始慢慢接受 而將這件事去... 一個推中一個動力 給自己 去更加想去進步 想變好 對 因為... 那時候... 對... 都被人標籤很多時候 例如花瓶 對... 又或者我在節目... 或者... 在鏡頭面前 那個人很目睹啊 嗯哼 即是... 不像在幕前做... 一個藝人的一個條件 那樣... 那這些是令到我都... 一些反思啊 令到我... 這幾年裡面都會不停地改進啊 譬如... 唱歌唱得不好 都真的要找老師去... 去學啊 這樣... 怕不怕大家對你的印象 其實都只是停留在那裡 從那個第一印象就停留在那裡的 哦... 我不怕的 因為都... 隔了那麼多年 對... 都... 聽到這首歌 或者之後有些表現都... 應該會有些... 有些... 有些重化 有些變化 用行動洗帶 對... 用行動說話 好 現在我們聽到同類這首歌 隔了幾年自己有進步過了 已經找到裝備自己的方法 找人幫忙 心態調整號 狀態調整號 要出發了 那... 這首歌做好之後 其實你去錄音的時候 跟你幻想那件事 一不一樣呢? 嗯... 是真的不一樣 因為我之前其實都有可能 進去錄音室錄一些Cover 或者唱其他人的歌 但真的到唱到自己的歌 真的感覺不一樣 分別是什麼 我覺得是... 歌詞之後我表達 可能是因為我第一身 我自己想的事情 我很想透過這首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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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堅持完成了它 其實自己在這幾年裝備自己 有找人去幫你學唱歌 但是去到錄音室的時候 才發現有些東西又用 好像用不出來 好像... 我學了一些東西 但是... 為什麼還是這樣呢? 是啊... 那個氣餒的狀態 怎樣去拔自己出來呢? 嘩... 真的很靠大輝 他... 因為他真的一直錄音 在那邊監視我 聽著我做的事 他說... 你記得了... 譬如... 因為我歌唱老師是Guddy 那... 可能應該很多人都跟我唱歌 然後他每次錄音室的時候 那個位置不太適合 你會提醒我去 你試想想Guddy跟你說什麼 你去... 做出來吧 因為真的有時候 因為... 同一句歌詞 或者... 同一段... 一段錄錄 其實會有一點點滑 嗯... 會有一點點... 而且越來越猛 對... 或者... 完全是... 沒有靈魂的 就是... 只唱了一段 完全沒有感情 或者沒有那個感覺 在裡面 那這一部分 真的很感謝大輝 去... 幫我... 幫我糾正這件事 嗯... 完成到自己的錄音 當中是辛苦的 是困難的 是... 但是同時間完成之後 就應該是滿足了 沒錯 聽回自己第一首 自己的單曲 嗯... 感受是怎樣呢? 嗯... 我想我... 看回... 即是我錄完那一刻 我是... 鬆了後氣 終於錄完 之外 哈哈哈... 終於錄完 之外 其實... 都滿感動的 其實... 挺感動的 因為... 嗯... 好像自己的... 寶寶出生一樣 就是... 一直以來都很想有自己一首... 屬於自己的歌 那... 終於這段期間... 其實都籌備了成一年 是的... 那這段期間... 是啊... 好... 劇做一首歌做一年 是的... 那下首歌怎麼辦? 嗯... 下首歌... 都要... 是啊... 其實都在做... 都在做的 所以... 是... 因為構思加起來 去錄實去做 那段期間差不多一年了 嗯... 所以... 當那首歌出來 我是非常感動 終於有個原成份 去聽我真的... 雖然錄是不停唱,但當我錄好,我都不覺得厭,都不停聽 聽到第二首歌都正在準備 今年的計劃,新人來說,新人階段都重要 現在都已經年終了,其實要跑也是跑多半年 那計劃是怎樣的? 這個計劃就是希望第二首歌可以趕得及在12月 有啦 這樣趕? 是啊,都有些趕的 希望可以順利 對自己在樂壇發展有什麼目標或想法?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比較遲出道 都等了幾年,大家認識了你幾年 是啊 你看看《造星4》那些 是啊,都是,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時間線 每個人都不同 所以就算我遲起步也好 但我覺得天氣會有一個適樂安排 只要我繼續堅持做自己的事 那個方向始終都會向那個方向,復給他進發 所以我不覺得遲 加上家人都很支持我這段時間 不會覺得太遲出道,那就會不如放棄吧 那就算了 都給了很多鼓勵,我覺得 既然你喜歡,就去衝 去闖 嗯,好 知道自己心態上是準備好了 還有是想做更多事 那看著說希望12月會有第二首歌出現 那看看到時再找你聊天 好啊,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